家有自闭儿没有办法和家人互动 让亲子的关系备受挫折 尤其是当各种治疗早疗课程 效果都不太好的时候 父母亲和孩子的身心都被泪垮了 而现在呢有一些马术治疗 艺术治疗 甚至是武道治疗加入了亲子互动 彼此放松心情 效果反而更好 说话的时候 不喜欢看着别人的眼睛 怪异的互动 也没有办法理解他人的心意 电影与人经典诠释 自闭症的生活样貌 难以被人理解的外在行为 即使在同一个星球生活 内心却是两个不同的宇宙 好好吃啊 天真的模样 看起来和一般孩子没有差别 在两三岁的时候 因为不太喜欢讲话 才被家人发现罹患轻度自闭症 靠着马术治疗 增加了和外在的互动 他停下午就要跟他说 我们刚刚有说 我们只要为几个 我们就要结束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 还有什么活动要进行 让他的生活更有规律 诱发孩子对外界的兴趣 需要找对方法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想做到马术治疗 像我们很多小朋友画画 画画实际上是他的一个 表达的媒介 思考模式和大多数的人不同 但现代医学 倾向将自闭症 视为一种人格特质 而不是一种疾病 家有自闭儿 虽然早疗教育越早越好 但是家长一个不留神 恐怕先累垮自己 父母亲把早疗课 老师一定会跟你分享 他是用什么方法 小孩子有什么样的进步 父母亲把这个东西 吸收完毕之后 回到家里花一个小时时间 跟这样的小孩 好好的互动 自己也是雅思伯格 面对自闭孩子 他建议要将孩子的兴趣扩展 学会唱歌 接着加入跳舞元素 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先做一个 快乐的父母亲 我才能够快乐的引导父 引导自闭症的小孩 让他回复到一个快乐的人生 记者林慧荣 李维廷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